温家宝在阿盟总部发表主题为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的演讲 专家表示 我国甲流疫情真正高峰 尚未到来 砖砸不坏 水进不湿 神奇手机 真神奇吗 还原广告谎言背后的真相 莫斯科举行盛大阅兵仪式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各位观众晚上好 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 欢迎收看 正在埃及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北京时间7号晚上 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 发表了演讲 一句阿语开场 拉近了中国总理 与阿拉伯朋友之间的距离 也从另一个方面 体现出了总理演讲的主题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演讲中 温家宝首先表示 文明存在差异 但没有优劣之分 在多样中求同一 在差异中求和谐 在交流中求发展 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文明观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必须看到各个民族 各种宗教 都是多样性文明的重要载体 文家宝介绍说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 多宗教的国家 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 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切实保障各民族 一律平等 加快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坚定不移的坚持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仰群众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积极作用 文家宝表示 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 有十个民族 两千多万人口 他们都是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他们的宗教信仰 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 受到了充分尊重 中国政府还制定了 一系列政策 扶持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的经济 文化和社会发展 在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同其他各个民族 和睦相处 共同推动了国家和社会进步 温家宝指出 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 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 同拥有数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 都肩负着 让古老文明 焕发青春的神圣使命 我们应该携手共进 把中国和阿拉伯各国的友好合作 推向新阶段 为此 温家宝提出中国政府的四点主张 中国要同阿拉伯国家 巩固政治互信 加强战略合作 中国将继续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中国积极发展 同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 中国愿同阿拉伯各国 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 温家宝强调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 还面临许许多多 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发展改革稳定 三者必须兼顾 我们始终把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温家宝最后表示 我们始终把维护国家的经贸合作